樹木的供應是穩定的 基本上我的產能 對大家來講 就是一個經濟的往上上揚 我對我的工人的工作 等等之類的 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一種 市場穩定的決心宣示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到 冬天的時候 東北的煤 它的需求量都大增 所以它的產出也都是 不斷的不斷的就報徒大家 這就告訴你說 我自己如果有儲備的話 你國際就是任你 怎麼樣去調整 我都基本上能夠去應付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就後來看 倒是它這個 如果說年年這個 價格盡量上調 然後供應量也上調的時候 到最後可能 不一定是影響最大的是 大陸反而是有可能是 相關其他需求的國家 對 你看 像其實還有這個報導 提到說有消息人士 就指出大陸的 國務員副總理韓正 特別還因應 能源的這個問題 趕快來緊急開會 來商討 那麼其中都特別談到就是 這個停電的狀況 是無法容忍的 可是亮哥 其實不要忘了今天 是大陸的 十一長假的開始 通常在這個重要的日子裡 我們也會看到 所謂的燈光秀對不對 但今年就不太一樣 說燈光秀先免了吧 對不對 因為節能減碳最重要 可以不用看那個燈光秀 但是節能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現在看到了 不但一方面要搶能源 天然氣的價格 還是持續的往上漲 華爾街也都預測 可是現在是不是供應的來源 有點眉目 因為俄羅斯 它身為全球最大天然氣開發商 這一家公司 年供給要上調3% 昨天我們還才談到說 還是要趕快先靠俄羅斯來幫忙 那麼果然現在俄羅斯 這個公司應該很開心 對 因為你看 他應該是贏家了 這一波的贏家了 因為出口到大陸的 出口到歐洲的 天然氣供給都成長 所以對他來講應該是個利多 可是在此之外 現在OPEC 這個石油輸出國組織 還有他的盟邦 可能會擴大增產 這是不是也有事 可能帶來緩解 我看還是不夠 不夠 事實上在通脹時代 就是先搶到貨 先搶到先貨就贏 因為你後期還會再漲 我們舉個例子 事實上大陸天然氣 還不算仲得兇 大陸如果你從今年9月7號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 公佈的價格 那是5922 今年3月3號只有3152 所以是漲了88% 就今年 就今年3月跟9月 漲了88% 半年之內漲了這麼多 美國比起去年是漲了一倍 歐洲更離譜 歐洲他刷新了 10年來的最高價 在14個月內瘋脹10倍 所以一定是用搶的 中國因為大部分 很多是簽長約 他事實上也不只跟俄羅斯 簽長約 他也跟中亞 有一些國家簽長約 所以他當然希望能夠供應 就供應 就先買了 當然俄羅斯天然氣 一定是賺爆 事實上前幾年 人員價格非常貴的時候 那個時候貴到140塊 原油 我們現在才漲到80 80多 高盛還看到90 搞不好還會再高 因為俄羅斯那一年就是賺爆 他大概他的整個外匯 就在那一年就倍增 所以我估計 恐怕從冬天開始 一直到明年 就是運氣好 這個叫人員出口國 人員出口國當然 廣義就是俄羅斯 還有阿拉伯 伊朗這些國家 那個人員進口國就很累了 當然你 因為中國現在是碰到冬天 他實在是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先確保居民用電 而且在前一頓 上個禮拜 因為東北三省處理得不好 那引起很大的民怨 所以居民用電這個部分 我已經變成最底線了 就是一定要確保 事實上你進冬之後 那暖氣的供應呢 我是現在不知道 他對於江南 暖氣的供應是不是還那麼嚴格 因為如果是上禮拜聽到的是 比如說溫州 說要3度以下才可以開 其實溫州3度是非常非常冷 是冷的 但是非常非常冷 因為是濕冷 江南是很濕冷的 所以坦白說5度 就差不多要開暖氣了 3度 我不知道 當然有很多工廠 就會矯枉過正 他可能就1度才開 你根本就是那邊抖著工作 所以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可是10 11 12 一直到明年2月 這個就是進入寒冷時間 大陸有很多地方 是一定要開暖氣的 那你就要用大量的能源 這個沒有辦法 的確 所以保障居民的生活 應該是下一個階段 最基本的底線 而且我看韓正都出來講話 那應該就是死命令了 對不對 他們都認為說 這個問題現在非常嚴重 要好好的來解決 但是卻又顯得是信心滿滿 但是對照美國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針對OPEC到底是不是應該趕快 這些油果你增產吧 這其實是一條途徑 可是介大使 8月的時候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 就已經呼籲過 這些石油輸出國的組織 你趕快增產 可是好像是不是怎麼講 他喊一喊也叫不動 喊不動 因為他們都不為所動 還說這個就是 根據他們的這個需要 他們會自己來判斷 可是現在到了這個節骨眼了 就有傳出這個訊息了 你看白宮就在30號透露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 在本週與沙布地阿拉伯的官員 曾經討論到了油價 那麼結果還有說 傳出來這個石油輸出國組織等 考慮要增產 超過現在的一天40萬桶 OPEC 他們還要跟禮拜一的時候 繼續要開會 來決定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可能 現在因為的確情勢嚴峻了 所以也就不得不增產了 對 但我想美國現在因為 他最怕是通膨 跟你知道美國的油價 在這個零售價 在加油站加州已經超過 一加輪要超過4美元了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 對他的要抑制通膨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敵人 所以他當然希望油價降下來 可是美國也不能把油降太低 因為美國的這個 自己的頁岩油 他可能他要到差不多一桶65塊 60到65塊 他才有利潤 你如果降得太低的話 對美國的這個石油業 在德州這些南部的石油業 也是重大打擊 所以美國的區間就在這麼 就不多 可是他這些東西 現在的 我看今天的北海原油 一桶是77塊 西德州的原油已經到75塊 當然這個是偏高 偏高 當然就是說你真產 你就會石油價格 當然就降下來 這裡面美國都要求 這些幾個國家 一個最重要 沙烏地 因為沙烏地的原油的成本 是最低 它那個產油 它含辣 含雜質非常的低 而且開採非常容易 有人甚至說沙烏地阿拉伯的 原油的成本 一桶的成本低於10塊美金 所以你看它將來 它這個漲到70幾 它是7倍的價格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王室 所以這麼闊 就是因為真的利潤太高了 可是這裡面又牽涉到 其他OPAT幾個成員 那麼還有OPAT之外 OPAT當然就是海灣國家 海灣國家事實上前一陣子 海灣國家的這些就是所謂的 阿聯酋的國家 跟沙烏地之間也有爭議 他說你的成本低 你把價格往下降 我們的成本高 我們利潤就少了 所以連OPAT裡面 現在都難協調 再加上俄羅斯在外面的 它事實上的成本也不低 它也希望在一個價錢以上 而且俄羅斯是 我是覺得它一直想要整美國 也就是說我就把油價現在拉高 我拉高的話怎麼樣 現在讓你的通膨更嚴重 前一陣子 美國沒有通膨的時候 俄羅斯跟沙烏地 就一直把油價往下拉 拉到50幾 60幾 為什麼 要打擊美國的頁岩油 把美國的頁岩油打得很慘 所以這個油價是以後面 有高度的地緣政治競爭的聯動 所以這個油價是很複雜的 不過大陸的天然氣部分 大陸在2014年跟俄羅斯 簽了一個長期30年的 供應天然氣的合同 那麼這一份合同一共30年 4000億美金 所以尤其在 它這個是東線的 所以在大陸的北方一帶 尤其我想東北一帶 北方一帶 俄羅斯的天然氣的供應 我覺得它這個長期合同的好處 一個是量的穩定 一個價格的穩定 當然也不可能 完全不隨市場波動 可是這個長期合同 當初談了10年 基本上就是價格問題 可是簽訂以後 事實上對大陸 尤其在天然氣方面的供應 事實上有很大的穩定作用 不過大陸的天然氣 也有自產 所以進口只剩下43% 地方57%自產 煤的部分是一個大問題 也就是煤現在的漲法 是像澳洲的煤 今年漲了100% 也就超過100% 南非的煤也在漲 這個就是說 大陸燃煤火力發電廠 還是一個主力的時候 它的發電現在 有的時候成本太高 因為它的價格被控制 所以非常的高 所以大陸現在 我想主要的問題 應該是在煤的價格上面 跟供應上面 所以我覺得 煤的問題不嚴重 因為大陸很多煤是不開的 大陸也是蘊藏煤的大國 看它要不要開發而已 3C的煤老闆 要不要再讓它多幾個而已 3C 還有像陝西也是產煤 還有鷹湖也是產煤 對 因為我們這節目 有很多大陸網友在看 有 對 他說溫州沒有供暖 我講的不是家裡 因為去年 溫州就發過一個文 比如說公家機構 它要3度以下才可以開空調 然後最高溫不能超過16度 然後餐廳最高溫不能超過18度 就是這個情況 節省能源 對 妳如果在台灣 妳去想一想 妳16度妳能辦公嗎 不行 受不了 我現在可以感覺 那個後面的冷氣吹我 我現在可以感覺 你那邊可能感覺到 已經接近16度 我記得我之前 我曾經有在播 沉堅新聞 結果那個時候 攝影棚那個溫度之低 為什麼 一整夜都沒開燈 所以那個溫度很低 我第一班這樣進去 然後大家又知道說 主播很多都是穿那種窄裙 穿短裙 上衣可能就是穿一個 就是薄薄的外套 然後就這樣進去播 天啊 我又沒有暖暖包 夏天 好冷 這個在台灣 不容易 台灣要感覺到這個冷 就是說你要到 像我們那個高山 像我們的選區是梨山 你到武林 然後那個早上起來 大概就3度 5度 因為有那個霧氣 所以妳是真的感覺到那個冷 像我們以前在美國 加州乾嘛 這個其實一兩度 你都還動得掉 可是那個霧氣一來 然後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那個會刺骨 什麼叫刺骨透進來 那個不開暖氣的話 你真的是 就是人生難得的記憶 我覺得是這樣 對 畢生難忘 好 來 先謝謝我們線上 剛剛有證明線斗內 感謝您的支持 還給我們留言100 100讚 讚 2個讚 謝謝 謝謝 然後在剛才還有看到 1.1萬 1.1萬的線上收看 請問有按讚嗎 請不要忘記記得按讚 給我們支持 謝謝 好 回來 但是我要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 你看 現在剛剛講說 中美當然都有搶資源戰 但是另外一頭 你看到貿易戰持續當中 那麼現在根據路透社的 一個報導就說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周一即將公布拜登政府 對大陸的貿易戰略了 但是你看在此同時 商務部長雷蒙多 不之前講了嗎 要帥團去帶著企業 到大陸大陸要去找商機嗎 到底是要談些什麼呢 你要跟人家談 在談之前 怎麼又在放話了呢 你看也是雷蒙多講的 他說要向大陸施壓 美國要跟歐洲合作 放慢大陸創新的腳步 這個目的就是要遏止 中國獲得先進的技術 不讓你拿先進的技術 這是這種施壓 要中國守規矩 你看這個話講得也挺硬的 亮哥 所以這幾個點 第一我想先問的是 禮拜一到底會公布 什麼樣子的貿易戰略 難道是要降關稅了嗎 降關稅不是戴琪這種 這種人就單方就宣布了 不太可能 事實上戴琪跟Romando 到目前為止 大陸都是冷遇了 就不太理他 對 你看人家商務局發言人 怎麼講的 事實上大陸目前為止只有 就是那個副國務卿選曼 去大陸有談到經濟 凱瑞是談氣候變遷 然後葉倫說他年底要去 大陸當然是歡迎葉倫 可是時間還沒到 那是12月 這個也要取決於拜席會 是不是有點突破 因為葉倫基本上 一定是總期程 所以一定是在最高領導人 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然後降溫之後 然後會把整個package弄出來 葉倫就會去簽大的 葉倫那一塊當然是比較明確 但是Romando呢 我覺得坦白說 Romando事實上他要的只是 他要帶美國企業去大陸 要求大陸履行 第一階段貿易應該買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些企業 很多東西都可以賣給你 你要多買一點 不是 他只會叫大陸 買東西 買美國東西 所以大陸為什麼會對他忍獄 我剛剛不是說忍獄嗎 忍獄就是說你是誰 我為什麼要多買 因為大陸第一階段貿易協定 他事實上有一個條件 是寫得很清楚的 就是到此為止 可是川普在那個之後 還繼續加碼 比如說各種科技制裁等等 拜登上任之後也是一樣 既然如此 他大概買到差不多 50幾%到60%就停住了 對 那個是總平均 可是項目有20幾項 對 對大陸來講就是你違約 我為什麼要進行 所以Remando這種算盤 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基本上你整個大的邏輯 還沒有解決完 就是說你至少比如說 他提那個糾錯清單 你後來還對我簽證設限 對我方方面面都設限 科技制裁黑名單 又增加一大堆 還在持續 所以你如果這些都 那個清單你都不處理 那就要我再加買 全世界有這種邏輯 所以事實上Remando 能不能去大陸 到現在還不知道 對 什麼 因為是10月12日 並沒有說要邀請他 都是他自己在講 然後他越講越興奮 還講到說 要去跟歐洲談一談 然後聯手要歐洲 也不要賣給中國高科技對不對 那你是在幹嘛 那你講完這個 我還要讓你來 怎麼可能 就很奇怪 這什麼邏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大概都是碰壁的邏輯 到最後一定是 因為他如果要這樣搞 那就是要等到 拜登跟習近平都峰會了 當然就是視訊 所以現在是在講給國內的 自己人聽的 還是要講給共和黨的聽的 這個問題是時間已經很趕了 坦白講 坦白講 Ribondo是很沒有經驗的人 他比起前一陣 Weber Rose 兩個人級別差非常遠 差太遠 那個Rose是 華爾街有名的併購專家 Acquisition 那個財產大概是排前500名的 這個是一個小州的 中小企業局局長 拜登竟然讓他一下當商務部長 這個實在是太離譜了 因為美國的商務部 還掌管科技抵制 我猜他根本就不懂高科技嗎 他做個很短一段的州長 對 那個非常短 那個州太小了 對 那個州太小 那個就好比我們台灣的台東縣這樣 基本上就是很小的一個州這樣 所以坦白講他要處理這個 包括科技抵制 還有跟國際的聯盟這些 這些很大的議題